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十五编制 在户籍管理上有了一整套制度化法律化的规定 我国的户籍制度形成的较早 周宣王时期实行的廖民于太原 就是一次明确的户口调查 关于秦国户籍制度的最早记载 是秦宪宫十年公元前三百七十五年的 维户籍乡武 即以武家为一个单位编造户籍进行管理 秦孝宫时期 商阳变法中有一项重要内容 就是加强户籍管理 实行十五编制 全国人口无论男女必须登记在册 生者住死者消 禁止擅自迁席 迁移户口必须到官府办理手续 以使民不逃速也无荒草 令民为十五 五家为五 十家为十 离以上为县乡行政机构 乡里居民互相监视 五家乡保 十家乡连 凡有善恶之事 必须报告官府实行十五连坐 即一家有罪 四邻共同纠举 九家乡连告发 否则十家连坐 为了防止人们隐瞒户口 官吏会经常进行排查 凡在策之人都要履行一系列义务 包括缴纳税赋 扶兵役 联合武 检举及捉拿步法之徒 商阳变法不仅推行了令民为十五 还推行了连坐法 这样一来 人们就更不会也不敢隐瞒了 令民为十五和连坐法之所以能够施行 除了秦孝公的权力支持之外 还因为商阳采取了讲诚相结合的政策 即只要服从国家法令 就有足够的耕地和奖赏 就可以获得利益 而不服从者不仅不会得到任何好处 还会受到暴力惩罚 在服从获益 不服从受罚的情况下 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 这是商阳变法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给出好坏两种选择 只要大部分人接受好的 变法就容易取得成功 这种智慧值得后来的改革者学习和借鉴 秦始皇继位后 为了使户籍制度更加严格规范 对户籍管理制度进行了一定的改革 秦王正十六年公元前二百三十一年 初令男子疏年 既在户口册上记录男子的年龄 这使得国家进一步掌握了人口的年龄状况 便于摇曳和兵役的蒸发 秦始皇完成统一大议后 于秦始皇三十一年 公元前二百一十六年下令 使前手自食田 同时又将商阳的连坐制度和户籍制度 进一步完善 户口册上开始记录人口的姓名 年龄 土地 身高 面貌等详细情况 以便加强对人民的控制 保证稳定的租赋摇曳来源 据史料分析 秦朝的户籍可能还有民户户籍 和宗士籍 换籍 弟子籍等区别 秦朝法律中有一个负律 是专门规范户籍的法律 其中规定 百姓自报户口进行登记 然后由李典五老进行核对 李典五老如果发现申报不实 必须向上级官府报告 否则将会受到惩处 登记户口时必须申报姓名年龄 以及疾病伤残情况 当百姓达到可以免疫的年龄时 也要向官府提出申请 经过批准之后方可生效 否则仍以违诈尾论处 法律禁止任何不依法登记 隐瞒户口 逃避摇曳的行为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有关人员要受到法律惩处 知情不报的童武 李典五老 也会受到惩罚 凡是登了记的人口 就被称为编户民 所有编户民不得随意迁徙 出逃和托吉 也要受到严厉惩罚 云梦勤俭中有这样的法令 有帮助他人出逃 或者帮助除去冥挤者 上造以上为鬼心 公事以下行为承担 秦朝法律对出游也有规定 凡是出游的人都必须持福 这里的福就是类似 现代通行证的东西 对于没有福的人员 秦律会进行严厉惩处 这主要是为了防止 边民脱脊流亡 秦汉时期的福 一般用竹简制成 上面除了记载 本人的姓名 籍贯 年龄等基本信息之外 还要记载身高 肤色职业等 如果有人想迁居 必须首先得到 当地地方官的认可 认可之后 此人可持福进行迁徙 当他迁到新的居住地后 还必须到当地官府 重新入籍 总之 为了严格控制户口 秦朝规定了 相当繁琐的规定 目的就是将人口 束缚在土地上 以便国家能够获得 长期而稳定的税收 兵员和摇曳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